大喇叭 嗨嗨 旅行者好 我是大喇叭 今天要來攻略分享 黎月地區的其中一個隱藏任務 當你抵達民運證實 派謀會提示說這裡怪怪的 這裡城市黎月的礦場 但現今因為礦量減少 已經轉移這裡荒廢了 告示牌有個圓紅老人 半透明四個鬼魂 與他對話後就會開啟任務 要你先探索民運證 其實不大好找 我找了老半天 後來才發現到這間屋子裡 對照先前圓紅老人說的話 加上派謀給了提示 我們前往礦洞看看 地圖上都有亮點 不算難找 從對話中可以看到 似乎幾位兄弟在爭奪寶藏 第三個洞進去後 還要稍微游泳才到 最後一個洞下去遇到圓紅老人 之後要我們找一下樹 並且尋找寶藏 之後要我們找一下樹 樹就在洞口上方而已 這時會遇上盜寶團 打完後四個鬼魂一起出來 繼續訴說 我們在一起 有一個洞進去 如果是每個洞進去 你可以在一起 第二次在洞進去 裡面 這是個悲傷的故事 各位旅行者來時可以再好好體會一下 原神世界的隱藏任務很多 喇叭會持續攻略分享的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數值三連 我是大喇叭 我們下期見 請看 綵帶 稀罩 高峨